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平均 面板族群六月寒漲囉 而且外資最近都在買 不過這個融資的水位好像蠻高的 到底能不能縫低成間呢 我們就把以下時間交給胡老師 我相信這個面板股最近的股價表現 因為好像不太能夠讓大家滿意 因為它就在這邊一直震盪 那現在市場上就說這個面板的六月份 報價要上漲 那到底能不能來做個縫低成間呢 那我們趕快來看一下 那其實這個電子股我在5月26號 我就說這個台積電 它已經突破了一個空方的防守點 而且它回補了空方的缺口 所以說在這個地方 台積電能夠出現這樣一個 所謂的轉強的型態 那代表整個電子股就有機會往上衝 可是這個往上衝不是一直往上衝 這邊要先跟各位同學 要稍微先做一個提醒 因為畢竟電子股前面有很多的 所謂的解套賣壓 也就是說大家在等解套 那所以說這個等解套的這個解套賣壓出來之後 一定會出現一個震盪 那我們來看一下 趕快來看個面板 那為什麼面板在這個地方的股價 比較溫吞 好像漲不上去 原因就是在這個融資 其實我之前有講過 目前融資最高的就是3481的群創 因為這個群創 大家對它的印象會比較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紅海集團的 所以說這個群創 目前的融資已經到了43.3萬張 所以這個融資等於是說非常非常的多 除非這個融資大家都不動 除非市場大家都講好 所以融資我們大家都不要賣 這個就有機會往上爬 可是問題在於說外資 外資它會不會把這個籌碼倒出來 這就是我們要去考慮的地方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目前這個最主要它會撐在這個地方 是因為季線的關係 就是60MA 那就是季線 季線因為往上揚 所以把這個股價給撐住了 可是呢 月線卻是往下走往下壓 所以這個地方就變成一個 橫盤的瑕幅區間震盪 原因就在這邊 所以為什麼你可以看得到 這個面板三雄 它的股價非常的溫吞的原因 就是因為第一個它的融資太高 那第二個呢 月線往下壓 但是季線往上撐 因此呢 下游底上有 下游底上有壓的情況之下 它只好在一個小區間範圍做震盪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特別注意 未來的外資的籌碼會不會鬆動 那如果鬆動的話 造成股價跌破近期的低點 那就是停損點 因為如果一跌破的話 所有的融資可能會停損出場 你要去注意 所以這個地方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友達也是一樣 那我就不再多說了 但是它的融資也是有26.1萬張 當然是比這個群創好了一點 可是呢 張數也沒有太少 26萬張以目前的這個成交量 大概在2萬張左右的話 其實都算蠻多的 那再來融資最少的是誰 就是彩晶 彩晶大概在13.4萬張 那這個地方你可以看到 彩晶的股價 已經有稍微突破了這個月線的反壓 所以看起來它的股價是最強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融資 13.4萬張裡面 有很多是主力的融資 所以這個部分 未來有沒有機會 帶動整個面板往上走的話 就是要看彩晶 6116的彩晶 不是看群創 真正的指標 強勢指標是在彩晶 所以說如果彩晶 它都有拉回的話 甚至於跌破前面的低點的話 那你就要注意 整個面板的籌碼如果鬆動的話 整個面板三雄的股價會非常的危險 這邊先跟你提示一下 但是不是所有電子股都是這個樣子 你看像金利科 它已經反彈超過1% 100倍了 100%了 今天又在漲 好 那像先進框它也是一樣 也反彈了將近有42%以上 那聯電也有24% 那甚至於曾鴻講的這個雲層 昨天已經漲了三根漲停板 那今天又繼續在漲 所以說這個電子股是做輪動 不是一起漲 不是像那個一般的傳產股 航海股就一漲就大家一起漲 鋼鐵股一漲就一起漲 為什麼 因為航海股只有20幾檔 鋼鐵股也只有三四十檔 所以它因為檔數少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它一起漲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電子股很抱歉 上市公司的電子股就有399檔 那上櫃電子股就有400多檔 它不可能一起漲 它一定是用輪漲的方式 也就是說電子股一個族群 就等於17大類股的傳產股的總和 所以你可以去想像 這個300多檔股票 它一定是用輪動的方式去做 好這個輪動方式 就會造成每一檔股票 它的股價在每個時機點 表現就不一樣了 所以因此你怎麼去操作這些電子股 我說過你就要記得這三個步驟 尤其是最後面那一個你不用再去考慮了 就是基本面 前面那兩個非常的重要 因此你在操作電子股 如果想在這一波能夠賺到大錢的話 沒關係 真的不了解可以跟著曾鴻來做 甚至於趕快來加入Telegram 讓曾鴻告訴你 到底該怎麼看一些個股 好我們今天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胡老師的分析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資訊 記得加入胡老師的Light at 跟Telegram 我們財經及時通下次見囉 掰掰